每当两队PK选手表演结束后 无论是台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都会一起摒弃凝神呼喊 那紧张的氛围大家一定还记得 它就是1997年3月 在上海电视台8频道播出的五星奖合成大擂台 节目采用了擂台制的比赛形式 当时有一位歌唱选手十次未免成功夺得冠军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精彩的PK表演 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 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只求艰辛享受感受是能唤醒多梦 他17888990909192 939395 比如刚开始我们比赛的时候 很多选手其实他奖金多少他不一定计较 他计较输赢 没错 我们很多选手连续未免九关了 一九关给打下去了 还有那个当时也争得蛮力 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这个没办法了 怎么办呢 喊了个口号 轻轻松松参加比赛 欢欢喜起不计成败 只要你参加你不要太计较成败 从唱歌到跳舞 从戏曲演唱到乐曲演奏 从小品到健身操 节目内容丰富多样 当时还创出了白天时段高收视率的奇迹 诞生了许多素人明星 真正给老百姓过了一把眼圆影 圆了一回明星梦 音乐 音楽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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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